虽然东京都立是属于东京都立 他们的研究的影响力也是跨着日本的全国 即便越南都设了 那台湾呢 台湾到去年老年能够12%的时候 我们连个影子都还没有 当然我们的国会院里面是设有 过去是设有一个老年学研究组 那当然以这个能量跟资源来讲确实是可以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资源可以进来 让有新做这个领域的人可以共同的去发展 那所以我们在因为这个架构之下呢 在去年前年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三个机构呢 我们共同做这个老花研究的 荣总、阳明跟国会院的团队呢 我们组成了一个高领健康成的研究中心 这个中心呢 有架构、有人才、有平台、没有钱 经费是由这三个单位各自去争取来 大家铺里进来一起用 这是一个非常无私的组合 我们大家共同的去写计划 共同跟政府争取经费 来做共同的研究 然后我们的研究的想法 没有彼此说互相藏私去做自己的 我们会互相沟通去 去推动彼此的研究 而我们的研究内容从老化的科学到这个公共卫生政策的发展 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而这个中心目前已经与这个日本的国家国立的这个 强授医疗研究中心有了一个五年的一个合约 那今天他们的副院长也有来 那这个国立的研究中心非常的慷慨 如果跟我们透过跟我们合作的话 他们的Tissue Bank可以免费提供 他们14年来的这个世代研究所累积的这么多的资料 可以免费提供 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平台来跟我们做跨国影响 这是一个非常无私的这个合作 就是我们跟日本的合作 也就像这三个机构在成立的时候 一样的无私 来彼此希望促进整个亚洲的高领域权力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长远来讲 我们希望说我们真的可以把这个中心 提升成为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正式的单位 那这个思考当然也是跟很多的正式的官员 做了一些讨论 那在这一次的 目前行政院的这个超高领受的白费局当中 其实有提到这个议题 但这个议题当中就发现还是在讨论 我们还要有更多的讨论 那我们也非常希望说 在未来我们有机会把这个机构去落实 把这个机构能量经费去落实 让台湾真正做老花研究的人 可以有一个真正我们可以骄傲的一个发挥的一个点 那这个的集合就希望集合 不管是医疗院所对的学员单位 政府和民间企业都可以共同来参与 因为整个高领相关产业或者是高领相关的议题 让人得到完整的解决 是需要跨部门跨领域的共同结合 我们希望这个结合之后 我们可以跟其他的单位做更多的结合 也就是简单说我们目前在找台湾的球员 组台湾队打亚洲杯 然后再找亚洲的球员跟大家一起结合起来 我们要去打世界杯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台湾的研究 带到对全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层级 这是最后一章 跟大家分享说其实高领医中心做了十年 以前十年花了非常多的精神在建立模式 在证明这个模式有效 在证明整合照顾这个概念是合理的 对民众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证明了之后 不是希望大家通通来使用 但是代表大家都生病 所以我们下一个阶段的目标 是希望把精神 更多的精神放在脑袋 这句话呢 这句slogan From aging to the age 是当年我们高历医学中心 成立的时候 当时的主任也就是李建贤副院长 给我们自己下的一个slogan 我们要从aging做到age 那这是我们整个在研究 跟发展上面一个光谱 而我们把医疗服务体系的东西 已经建置的完整 那他们未来会有可能会去 需要去协助政府 或是其他医疗体系 把这个模式去尽量的开展 那除了开展之外 把这个服务变成全国的概念之外 我们更希望让所有的 台湾的民众更健康 让老化更不是一个议题 如果老化更不是一个议题的话 其实我们整体的 我们看到那些所有社会的负担 那些数字 大家觉得什么2025年就百分之二十个老人 然后在2050年的时候 就1.2个年轻人要照顾一个老人 这些数字到那个时候 影响就不再那么大 那可能就会像日本人 当日本当时 国际长州医疗研究中心 前任的理事长就希望 可能我们共同跟他去设定一个目标 说希望把亚洲的老年人的定义 逐步的可以把它改成定到75岁 让大家的健康都不受影响 75岁之前就是完全健康 可以活跃生活的一个目标 那这个是需要很多过程的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 我们会把更多的精神 投注在这个部分 当然医疗领域的部分 我们会继续的坚持 也会再跟大家继续做合作 也需要更多的研究的团队 跟国内的专家学人 继续的支持我们 那也非常谢谢惠里的长官 跟院长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 我们这十年可以交出一张 还可以的成绩单 那这边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谢谢大家